企图为丹厄十一月 进崇光大荒落二月 凡一年有期 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中之上武德二年吉卯 公元六一九年十一月 吉卯 刘武周寇昊周 秦王世民引兵自龙门城兵尖渡河 屯伯碧 与宋金刚相持 十河东周县 福略之鱼 未有苍领 人情匡扰 聚入城堡 争脸无所得 君中乏食 市民发教育民 民闻市民为帅而来 莫不归父 自尽极远 智者日多 然后见收其粮食 君使已冲 乃修兵莫马 为令偏皮成奸超略 大军兼臂 不战 游士贼士日衰 市民常自率 倾其掺散敌 其皆四散 市民独语意 假式登秋而寝 额儿贼兵四合 初步之绝 会有蛇竹鼠 处假式之面 假式金雾 碎白市民 巨上马 十百余步 为贼所及 市民以大雨剑 设意其消降 贼其乃退 李氏姬玉归唐 恐获及其父 某于郭孝克 孝克曰 无心事斗士 动则建宜 以先利效 以取信 然后可徒也 是姬从之 习王是冲获家 获之 多所福获 以献贱德 贱德由是亲之 初 张男人流黑踏 少骁勇 脚快 与斗建德善 后为群道 转世好孝德 李密 王是冲 是冲以为骑将 每见是冲所为 欠孝之 是冲使黑踏手心香 李氏姬姬鲁之 现于建德 建德属为将军 赐绝汉东宫 尝使将骑兵东西演习 或潜入敌境 参事虚实 黑踏往往成肩奋机 克货而还 十二月 更深 上列于华山 于云说 永安王孝姬 及功旅重茂 独孤怀恩 请先成功聚 然后进 孝姬从之 重茂求救于宋金刚 金刚潜其将 赡扬位持静德 寻向将兵演至下线 孝姬表里受敌 君遂大败 孝姬 怀恩 君 唐俭及行军 总管刘氏让 皆为所录 静德民功 以自行 上征陪祭入朝 则其败君 下例 继而示之 宠待民后 为持静德 寻向将还惠州 秦王市民 前兵部尚书英开山 总管秦书宝等 妖之于美良川 大破之 斩首二千余集 请之 静德 寻向前引经其原王 请本于普版 市民自江布其三千 从尖到夜去安逸 妖姬 大破之 静德 相仅已身免 西伏其众 复归百毕 朱江贤请与宋金刚战 市民曰 金刚玄军身 入 精兵猛将 贤聚于是 五周聚太原 以金刚为赶壁 金刚均无蓄姬 以鲁略为姿 立在宿战 我必营养锐以错其风 分兵分 习 冲其心腹 比梁尽即穷 自当顿走 当代此机 为宜速战 永安撞王孝姬谋逃归 刘五周杀之 李氏姬附遣人说 窦见得曰 曹 代二周 户口完时 孟海公妾有其地 与正人外河内离 若以大军林之 只妻可取 既得海公 以林徐 言 河南可不战而定也 见得以为然 御自将训河南 先遣骑行台曹弹等 将兵五万计和 是机引兵三千惠之 武德三年耕臣 公元九二零年春 正月 将军秦武通公王行本于普版 行本出战而败 梁进元绝 欲突围走 无随之者 勿淫 开门出将 新寺 上姓蒲州 展行本 秦王氏民倾其夜上于蒲州 宋金刚为将州 鬼寺 上桓长安 李氏姬谋寺 窦见得至河南 演习其淫 杀之 既得其父 并见得土地以归堂 会见得七产 久之不至 曹淡 见得之七凶也 在河南 多所侵扰 诸贼基属者皆怨之 贼帅 魏俊李文相 昊李珊瑚 聚众五千余人 聚梦金中水丹 母或是 亦善其设 自称或总管 是姬节珊瑚为昆帝 入拜珊瑚之母 母气味是姬曰 斗氏无道 如何是之 士姬曰 母无忧 不过一月 当杀之 相宇归堂尔 士姬辞去 母为珊瑚曰 东海恭许 我共吐此贼 士久便生 何必带齐来 不如素觉 事业 珊瑚照曹淡 偏僻二十三人 饮之酒 尽杀之 但别将高雅贤 阮君名上 在河北未记 珊瑚以聚州四搜记 河北之兵三百人 至中流 西 杀之 有寿衣有水的免 至南岸 告曹淡 但严谨违背 珊瑚记举事 使遣人告李士姬 士姬与曹淡联营 郭孝克劝士姬席淡 士姬未绝 文旦已有背 遂与孝克摔树时其来奔 珊瑚赴隐精兵二千北席阮军名 破之 高雅贤收重去 珊瑚追之 不急而还 见得群臣请诸礼盖 见得曰 士姬 唐臣 为我所掳 不忘本朝 乃忠臣也 其父何罪 遂设之 甲午 士姬 孝克至长安 曹淡遂取冀州 赴海明州 二月 庚子 上姓华音 刘武 周浅兵寇陆周 县长子 胡关 陆周次使郭子武不能遇 上已将军河东王行敏助之 行敏与子武不业 会严子武将判 行敏斩子武以训 以四 五州赋浅兵寇陆周 行敏击破之 仁子 开州蛮求染赵则县通周 甲银 浅将军丧险和等功旅重茂于下县 初 公布上书独孤 淮恩公普版 久不下 师王多 上述以赤书俏让之 怀恩犹是愿望 上长戏为怀恩曰 孤之子皆已为天子 四应至旧之子乎 怀恩亦颇以此自负 或十恶万曰 我家起 女独贵乎 遂与麾下缘君宝谋反 会怀恩 君宝与唐俭皆没于未持尽得 君宝未简曰 独孤上书尽谋大事 若能早觉 岂有此辱灾 及秦王氏民拜静德与美良川 怀恩逃归 上赴使之将兵公普版 君宝又未简曰 独孤上书岁拔难得还 赴在普版 可谓亡者不死 简恐怀恩岁成其谋 乃说未持静德 情史刘氏让海与唐连和 静德从之 遂以怀恩反状文 诗王行本以降 怀恩入聚其成 上方济和姓怀恩赢 以登周以 誓让誓至 上大经约 五 得免 岂非天也 乃使赵怀恩 怀恩未知事漏 青州来至 其职以鼠立 分不党与 甲银朱怀恩及其党 窦见得公礼珊瑚 杀之 见得明州劝克农桑 境内无道 商旅也诉 不觉触罗克寒淫 杨正道 立位随亡 中国市民在北者 触罗西已配之 有众万人 至百官 皆依随至 居于定乡 三月 以丑 刘武周遣其将 张万岁扣号周 李仲文姬走之 扶展数千人 改纳言为市中 内使令为中书令 己是狼为北市中 假虚 以内使是 狼挂得 以为中书令 王世冲将帅 周县来将者 十月相继 世冲乃俊齐法 一人亡判 举家无少掌旧路 父子 兄弟 夫妇许相告而免之 又十五家未保 有举家亡者 四邻不绝 皆作诛 杀人亦多而亡者亦甚 至于乔采之人 出入皆有限数 公私仇窘 人不聊生 又以功成为大御 一所寄者 并其家属收戏 宫中 朱将出讨 亦至其家属于宫中 禁职者 长不减万口 内死者 日有数十 世冲又以台省官为司 政 管 元 一 阴 梁 凑 松 谷 怀 德等十二周迎填使 成 郎得为此行者 喜若登仙 假身 行君赴总管张伦 拜留五周于好周 扶展千余人 西河宫张伦 真香宫李众文 引兵临十周 留计真拒而诈降 已有 以计真为十周总管 四姓李氏 封彭山郡王 满球软赵 则扣信周 赵俊公孝宫宇战 不利 李静将兵八百 袭击 斩之 服武千余人 其丑 复开 烹二周 孝宫又击消险东平王舍体 斩之 下 四月 秉申 上慈化山 仁淫 还长安 至一周到横台 以 义 历 慧 夫 京 岁六 总管历焉 刘武周 树公 浩周 为李众文 所拜 宋金刚 军中 实进 丁卫 金刚 北走 秦王 世民追之 罗 世信 为此 剑 王 世充 世太子 玄 应 救之 世信 自玄 应 坠马 人 救之 得 免 人 子 以显周到横台杨士林为行台上书令 甲银 加秦王世民一周到横台上书令 秦王世民追及寻相于旅周 大破之 承圣竹北 移昼夜行二百余礼 战术时和 至高必领 总管刘弘基 直配剑约 大王破贼 竹北至此 公义足矣 深入不矣 不爱深呼 且士足鸡皮 移留必于此 四兵粮必及 然后附近 未完也 世民约 金刚祭穷而走 众心离举 功难成而易败 积难得而易失 必成此事取之 若更烟流 使之继力备成 不可复功以 无节中训国 启故身忽 虽策马而尽 将士不敢赴炎姬 追及金刚于雀鼠谷 一日八战 皆破之 辅斩数万人 夜 素于雀鼠鼠谷西元 世民不十二日 不解甲三日矣 君中只有一阳 世民与江市分而始之 秉辰 陕州总管于君自金刚 所逃来 世民引兵去戒修 金刚上有众二万 物武 出西门 贝城不沉 南北七里 世民遣总管李世基等宇战 小雀 为贼索成 世民率经其机之 出其尘后 金刚大败 斩首三千级 金刚轻其走 世民追之数十里 至张南宝 昊州行军总管樊伯通 张德正聚宝自首 世民免宙世之 宝中喜造且气 左右告以王不实 献卓九 托宿范 为持静德收于众首戒修 世民遣任成王道宗 宇文世及网欲之 静德与寻相举戒修及永安将 世民得静德 慎喜 以为佑 义服统君 使将其就中八千 与诸银相参 驱突通律其变 昼以为言 世民不听 刘武周闻金刚败 大句 弃并周走突厥 金刚收其于众 御复战 众莫肯从 一于百于其走突厥 世民致近阳 武周所属仆设阳福念已成将 唐简峰府库已代世民 武周所得周县接入于唐 魏己 金刚某走上谷 扑绝追货 腰斩之 兰州总管刘六二从颂金刚在戒修 秦王世民秦斩之 其兄继真 弃十周 奔流武周将马一高满正 满正杀之 武周之南后也 其 内使令院 军章建约唐主举一周之众 只取长安 所向无敌 此乃天寿 非人立也 近阳以南 道路险碍 现军深入 无济于后 军近战不利 何以自还 不如北连突厥 难截唐朝 难面称孤 足为长策 武周不听 刘军章守朔周 击败 契魏军章约 不用军言 以至于此 九之 五周谋王归马义 誓谢 不觉杀之 不觉又以军章为大行台 捧其于众 仍令御设设都兵驻阵 更深 怀州总管 黄军汉姬 王世冲太子 玄英于西冀州 大破之 雄 州行军总管 史万宝夭之 于九区 又破之 新有 王世冲县 邓州 尚文并周平 大跃 仁虚 燕群臣 四增伯 使自入玉府 尽力取之 赴唐检官爵 仍以为并周到安抚大使 所及独孤淮恩田宅之才 西已自知 市民留里众文振并周 留五周术浅兵入寇 众文折击破之 下城堡百余所 赵众文简教并周总管 五月 窦见得浅高时兴机礼益于幽州 不客 退军龙火城 一袭击 大破之 斩首五千吉 见得大将军王福宝 永略冠军中 诸将 吉之 严其谋反 见得杀之 福宝曰 大王奈何听禅言 自斩左右守乎 初 为持静德将兵驻吕虫冒手下陷 上前前使涉重冒醉 拜下周四使 使徒静德 试谢 静德杀之 静德去 崇茂与党父聚下陷聚首 秦王市民引君自静州海宫下陷 人武 仆之 新卯 秦王市民至长安 事月 不觉浅 不觉浅阿什纳皆多谢马千匹于王世充 且求婚 世充以宗女妻之 并与之户室 六月 仁臣 赵以何周总管 东南道行台上书令 淮处王杜处 杜复威 卫使 迟捷 总管江淮以南诸军室 扬州四使 东南道行台上书令 淮南道安福使 进封吾王 四姓李氏 以府宫师为行台左仆舍 封书国公 秉武 立皇子元景为赵王 元昌为鲁王 元亨为鲁王 显州行台上书令 楚公杨士林 虽受唐官爵 而北劫王世充 南通宵险 赵卢江王愿与安福使 李鸿明讨之 兵卫行 常使田赞为士林所记 假银 赞杀士林 将于世充 世充以赞为显州总管 秦王世民之讨留五周也 不觉处罗克汗 遣其地不立社帅 二千其筑堂 五周祭拜 世月 处罗至近阳 总管理众文不能志 又留伦特勒 使将数百人 云驻众文镇守 自施岭以北 接流兵术之而去 上一击王世充 世充文之 选诸州镇 萧永阶及洛阳 之四镇将军 牧人分手四成 秋 七月 仁须 赵秦王世民都诸君 姬世充 陕东到横台区 突通二子在洛阳 尚未通曰 金玉使清东征 如清二子和 通曰 陈希为福求 分当就死 陛下是父 加以恩礼 荡氏之时 臣心口相识 其以更生余年 为陛下尽节 但恐不惑死 索尔 金的被先驱 二何族顾呼 上探曰 逊义之事 一致死乎 鬼害 突厥前使 前义王世充 陆州总管理席域妖姬 拜之 鲁牛羊万计 跳齐大将军可诸魂定远告 并州总管理众文与突厥通谋 御四洛阳兵交 尹胡其直入长安 甲虚 命皇太子镇蒲白已被之 又前礼部尚书唐检安府并州 暂费并州总管府 征众文入朝 人武 秦王世民至心安 王世充前卫王洪烈镇襄阳 京王行本镇虎劳 宋王太镇淮州 齐王世运俭较南城 楚王世尉守宝城 太子玄英守东城 汉王玄树守寒家城 鲁王道训守要宜城 世充自江战兵 左辅大将军阳公清率 左龙襄二十八辅骑兵 右游姬大将军郭善才率 内军二十八辅步兵 左游姬大将军拔野刚率 外军二十八辅步兵 总三万人 以备堂 弘烈 行本 侍卫之子 太 侍充之兄子也 梁师都隐突厥 几乎兵入寇 行军总管断得操击破之 斩首千余级 罗氏信将前封为辞剑 王世充自江兵三万救之 极丑 秦王世民将倾其前参世充 促语 知欲 众寡不敌 道路险恶 为世充所为 世民左右持设 皆应贤而必 或其左建威将军厌其 世充乃退 世民还迎 爱臣负面 君不负实 欲聚之 世民免咒自言 乃得入 但日 率不起五万进军辞剑 是冲拔辞剑之术 归于洛阳 世民潜行军总管使万宝自宜阳南聚龙门 将军留得威自太行东为河内 上古宫王军阳自落口断起响道 怀州总管黄军汉自和英宫回落成 大军屯于北盲 连银已逼之 是冲伟州长使凡水张公锦与刺史崔书以周成来将 八月 丁友 南宁西窜蛮前使入贡 初 随莫蛮球窜婉返 朱 朱子梅为官奴 弃其帝 帝即位 以丸子洪达为昆州刺史 令持其父师归葬 一周刺史断轮因前使昭遇其部落 接来将 己害 窦见得贡周县令唐刚杀刺史 以周来将 邓州土豪之王世冲所属辣史来将 鬼卯 梁师都使保留守张举帅千余人来将 贾臣 皇军汉浅孝未张叶叉以周师席回落成 克之 获其将达西善定 断河阳南桥而还 将其宝具二十余 世冲使太子玄应帅扬 公卿等宫回落 不克 乃祝月成于齐西 留兵树之 世冲臣于清城宫 秦王世民意志陈当之 世冲隔水为世民曰 随世亲父 堂帝关中 正帝河南 世冲未尝西亲 王护举冰东来 河野 世民使语文是极应之曰 四海咸养黄蜂 为公独祖生教 为此而来 世冲曰 相与西兵讲好 不亦善忽 又应之曰 奉召取东都 不令讲好也 至木 各引兵还 上前时与斗建德联合 建德遣同安掌公主随使者俱还 以卯 留得威习淮州 入其外锅 下其宝去 九月 耕武 梁师都将流民以华池来降 以为临州总管 鬼友 王氏冲显州总管填赞 以锁部二十五州来降 自是襄阳声问 与世冲绝 使万宝进军甘泉宫 丁丑 秦王氏民浅又五位 将军王军阔宫 幻原拔之 王氏冲浅其将为银等级均阔 均阔尾顿 设伏 大破之 遂东逊帝 至管城而还 先是 王氏冲将过世衡 许罗汉略堂静 均阔以策基确之 赵劳之曰 轻以十三人破责一万 自古以少至重 为之有也 双隐号 氏冲为周腊使使得瑞帅所不起 下 臣 随 许 隐 为七州来降 秦王氏民以便宜 命周县官并依氏冲所属 吾所便亦 改为周围南辩周 于是河南周县相继来降 刘武周将将寻相等多判去 朱将一位持静德 求之君中 行台左仆社区秃通 上书因开山言于世民曰 静德骁勇绝伦 经济求之 心必愿望 留之恐为后患 不如碎杀之 世民曰 不然 静德若叛 岂在寻相之后携 拒命是之 已入卧内 似之今 曰 丈夫一起相欺 物以小 贤戒意 无忠不信 谗言以害忠良 公以体之 必欲去者 以此今相资 表意时共事之情也 心思 世民以五百其行占地 登位宣武林 王世充率不其万余促制 为之 丹雄信引朔直驱市民 静德越马大呼 横刺雄信坠马 世充兵烧雀 静德义市民出围 市民 静德更率骑兵海战 出入世充臣 往返无所爱 驱突通引大兵济制 世充兵大败 谨以申免 秦其冠军大将军臣制掠 斩首千余吉 或排朔兵六千 市民为静德曰 公和相报之夙也 赐静德 今吟一切 自是宠欲日龙 静德善必朔 每单其入敌尘中 敌从朔赐之 忠莫能伤 又能夺敌朔反辣之 秦王元吉以善马朔自负 闻静德之能 请各去认相与孝胜负 静德曰 静德谨当去之 王勿去也 继而元吉赐之 忠不能忠 秦王市民问静德曰 必朔与夺朔 孰难 静德曰 夺朔难 乃命静德夺元吉朔 元吉操朔月马 志在赐之 静德须于三夺其朔 元吉虽面向探义 内甚此之 盼狐献兰州 初 王世冲以丙元甄为华州 行台蒲叶 蒲州赐使度才干 李密故江也 恨元甄叛密 乍以其重将之 元甄是其官室 自往昭位 才干出营 沿入旧座 知而树之曰 如本庸才 未化至乳元辽 不见毫发之功 乃够滔天之祸 今来送死 是辱之分 遂斩之 潜人积其首至 黎阳记密目 人武 以蒲州来将 不绝莫赫多社寇梁州 总管阳宫人积之 为所拜 略男女数千人而去 秉须 以田赞为显州总管 赐决蔡国公 东 十月 甲午 王世充大将军 张震州来将 甲臣 行军总管 罗世信 习王世充 辖石宝 拔之 世信 又为千金宝 宝中人 骂之 世信 夜前百余人 报婴儿数十至宝下 时而提呼 乍云从东都来归罗总管 继而相伟曰 此千金宝也 无数物已 急去 宝中以为 世信已去 来者洛阳王人 出兵追之 世信 扶兵于道 四旗门开 突入 徒之 窦见得之 为幽州也 礼义告急于高开道 开道帅二千祈旧之 见得兵隐去 开道因亦前使来将 悟身 以开道为魏州总管 四姓李氏 封北平郡王 开道有 使足在甲 照一出之 一曰 足身 不可出 开道怒 斩之 别照一一 曰 出之恐痛 又斩之 更照一一 一曰 可出 乃早谷 至歇其间 谷列寸鱼 竟出其足 开道奏祭 尽善不措 窦见得帅重二十万 赴公幽州 见得兵已攀叠 薛万军 薛万彻帅赶死是百人 从地道出其背 眼鸡之 见得兵溃走 斩首千鱼籍 李毅兵成圣保其盈 见得陈于营中 田茜而出 奋姬 大破之 见得竹北 至其城下 公之 不克而还 礼觅之败也 杨庆归洛阳 父姓杨氏 吉王氏冲称帝 庆父姓郭氏 氏冲已为管州总管 戚乙兄女 秦王氏民逼洛阳 庆前前人请降 氏民前总管李氏姬将兵网聚其成 庆玉与其妻携来 七曰 主上使妾是金智者 欲劫君之心也 今君既姑父托 迅力求全 妾将如君和 若至长安 则君家宜避耳 君和用为 愿宋至洛阳 君之会也 庆布许 庆出 七位侍者曰 若唐遂圣正 则无家必灭 正若圣堂 则无夫必死 人生至此 何用生为 遂自杀 更须 庆来 将 父姓杨氏 拜上诸国 循国公 时事冲太子玄印镇虎牢 君于宋 便之间 闻之 引兵去管城 李氏基基确之 使郭孝克为书说 荣州次使魏陆 陆逆请降 玄英前大将军张志 旧陆征兵 秉臣 陆秦志等四将 举州来将 杨成令王雄帅 珠宝来将 秦王世民使李氏基 引兵应之 以雄为 松州次使 松南之路史通 魏陆使张志诈为 玄印书 挺其东道之兵 令其将张瓷宝且还汴州 又密告汴州次使王 要汉使徒瓷宝 要汉斩瓷宝已将 玄印文 诸州接盼 大 巨 登环洛阳 照以要汉为汴州总管 四绝尼国公 王洪烈据襄阳 上令荆州总管府司马金阳 李大量安抚凡 邓已图之 十一月 更深 大量攻凡城镇 拔之 斩其江国大安 下其成山十四 萧显姓贬侠 多猜忌 朱江市公自衡 好专朱沙 喜患之 乃轩言霸兵营浓 十欲夺诸江之权 大司马董景真帝为将军 愿望 谋作乱 誓谢 扶朱 景真石镇长沙 喜下赵舍之 赵还江陵 景真巨 甲子 以长沙来将 赵霞周次使许绍出兵应之 云 周总管郭子和 先与突厥 梁师都相连结 继而习师都宁朔成 克之 又得突厥信系 前十以文 为突厥后其所获 触罗克汗大怒 求其弟子生 子和自已孤威 请率其民难喜 照以言周固成处之 张举 刘明之将也 梁师都大聚 遣其上书陆季篮说 突厥触罗克汗曰曰 笔者中原丧乱 分为数国 士均利弱 故皆北面归附突厥 金定阳克汗既亡 天下将西为唐有 师都不辞挥灭 一孔刺及克汗 不若及其未定 难取中原 如未道无所为 师都请为 相导 触罗从之 谋使墨赫多舍入自圆州 尼布舍与师都入自严州 触罗入自并州 突厥克汗与西 契丹 墨赫入自幽州 会斗建德之师自 福口西入 会于静 将 墨赫多者 触罗之地多必也 突厥者 使臂之子石波必也 触罗又欲取并州 以居扬正道 其群臣多见 触罗曰 我赴师国 赖随得利 此恩不可望 将出师而足 亦成公主 以其子傲赦赦 赵丑若 废之 更立墨赫多舍 好协力可汗 已有 竭力前使 告触罗之丧 上礼之如使必之丧 物子 安抚大使李大亮 娶王世冲举 华尔州 适月 窦建德记和基孟海公 初 王世冲亲建德离阳 建德习破因州 以报之 自是二国交物 现史不通 及唐兵逼洛阳 世冲前使求救于建德 建德中书侍郎 刘斌说建德曰 天下大乱 唐德关西 正德河南 下德河北 共成鼎足之事 金唐举兵临正 自秋设东 唐兵日增 正地日促 唐强正弱 势必不知 正王 则下不能独立以 不如解仇除愤 发兵就之 下机其外 正攻其内 破唐必以 唐师既退 徐观其辩 若正可取 则取之 并二国之兵 成唐师之老 天下可取也 建德从之 前使义士充 须已复原 又前其礼部 侍郎李大师等一堂 请罢洛阳之兵 秦王世民留之 布达 十二月 新卯 王世充许 博等十一周皆请降 仁臣 燕郡王李义 又积斗建德 君于龙火城 破之 新丑 王世充 随州总管 徐一举周将 鬼卯 辖 辖 时许少公 消遣 京门镇 拔之 少所不予良 正林皆 二敬德 少氏族 皆杀之 少得二敬 氏族 皆 资给浅之 敌人愧感 不负侵略 静内已安 消遣浅其其王张秀公长沙 董景真为秀曰 前年海彭月 往年杀韩信 清不见之乎 何为相公 秀不应 进兵为之 景真欲愧为走 为麾下所杀 习以秀为上书令 秀氏公交横 喜悠杀之 由氏公臣诸江皆有离心 冰氏易若 王氏冲浅其兄子待往晚 掌孙安氏义斗建德报聘 且启师 布绝伦仑特勒在 并州 大为名幻 并州总管 刘氏让 涉策秦之 尚文之 盛喜 张道元 从窦建德 在河南 密 前人亦长安 请出兵宫 明州 以震山东 秀武 赵氏让 为行军总管 使将兵出土门 去明州 其有 瓜州次使贺拔行为直标齐将军达西岗 举兵返 试岁 李子通渡江功审法兴 取经口 法兴遣其蒲舍蒋元超巨之 战于成庭 元超败死 法兴契皮林 奔吴郡 于是丹阳 皮林等郡皆降于子通 子通以法兴辅愿李百耀为内使侍郎 国子祭九 杜福威潜行 台左蒲舍辅公时将足数千公子通 以将军看冷 王雄弹为父 公佑渡江功丹阳 克之 进臀 利水 子通率中数万巨之 公佑剑金甲千人 执长刀为前锋 又使千人种其后 约 有退者几斩之 自率于众 赴居其后 子通为方尘而前 公佑前锋千人殊死战 公佑副张左右意已击之 子通败走 公佑逐之 反为所败 还 必必不出 王雄弹约 子通无壁垒 又扭于出圣 成其无备积之 可破也 公佑不从 雄弹以其四数数百人夜出积之 因风纵火 子通大败 将其足数千人 子通时进 弃江都 宝金口 将西之地尽如于福威 福威喜居 丹阳 子通赴东走太湖 收和王散 得二万人 其审法星于吴郡 大破之 法星率左右数百人弃城走 吴郡贼帅文人遂安遣其将夜笑变迎之 法星中途而毁 欲杀笑变 更像会计 笑变绝之 法星窘迫 赴江逆死 子通君是赴阵 率其群臣喜都于行 禁收法星之地 北自太湖 南至岭 东包快姬 西聚宣成 皆有之 广 新二州贼帅高法成 神宝彻杀随关 聚州 赴于林世红 汉阳太守逢昂击破之 继而宝彻兄子之臣 赴聚兵于新州 昂隐兵机 之 战使和 昂免昼大呼曰 耳时我呼 贼多气账肉坦而败 遂愧 秦宝彻 智臣等 领外遂定 窦见德行台上书令 恒山湖大恩请降 武德四年新寺 公元六二一年春 正月 鬼友 以大恩为戴州总管 封定湘郡王 四姓李氏 戴州十岭之北 自刘武州之乱 寇到冲市 大恩喜镇雁门 好姬 西平之 姬胡求帅 刘仙成部落数万 为边寇 新寺 赵太子建成 统诸君讨之 王世冲 梁州总管成家会 以所部来将 不服威浅其 将陈正通 徐少宗帅 京兵二千 来会秦王世明 姬王世冲 贾身 公粮 克之 丙须 前周次使田氏康 攻消遣五周 四镇 皆克之 秦王世明选 精锐迁于其 接造一选甲 分为左右队 使秦书宝 承之杰 未持静德 彼长孙分将之 美战 世明亲被 玄甲率 之为前锋 乘机进击 所向无不摧破 敌人未知 邢台仆社区秃通 赞皇宫斗鬼 将兵案形迎囤 促与王世冲誉 战不力 秦王世明率 玄甲就之 世冲大败 或其其将隔宴章 扶展六千余人 世冲 更归 李静税赵郡 王孝公已取消显实册 孝公上之 二月 新卯 改信州为奎州 以孝公为总管 使大造州建 洗水战 以孝公为更军旅 以静为行军总管 兼孝公长使 为以军事 静说孝公西兆八 属求长子弟 量才受任 至之左右 外事引拙 实以为至 王世冲太子 玄英将兵数千人 自虎劳运粮入洛阳 秦王世明前将军礼军线妖姬 大破之 玄英谨已申免 世明时宇文氏 即奏请进为东都 上尉是吉约 归于尔王 金曲洛阳 纸御西 兵 赫城之日 成于法务 徒及器械 非私家所需者 为辱收之 其余子女玉伯 并已分次将士 辛丑 世明宜君清成功 壁垒未立 王世冲率众 二万字方诸门出 平顾马房元茜 陵谷水已聚塘兵 诸将接聚 世明已经其尘于北盲 登位宣武陵已望之 为左右约 贼是迥以 西众而出 侥幸一战 今日破之 后不敢复出以 命驱突通帅部 足五千度水击之 戒通约 兵交则纵烟 烟座 世明引其南下 身先士族 与通合势力战 世明御之 世冲臣厚薄 与经其数十冲之 直出其背 众皆披靡 杀伤慎重 继而现已长堤 与诸其相失 将君丘行功读从世明 世冲数其追击之 世明马中流逝而避 行功回骑射追者 发无不忠 追者不敢前 乃下马已受市民 行功于马前不值长刀 聚悦大呼 斩树人 铺沉而出 得入大军 世冲义帅 众书死战 散而复合者 数四 自臣至五 世冲兵使退 世民纵兵成之 直抵城下 辅斩七千人 遂为之 跳骑将军断志玄与世冲兵力战 深入 马岛 为世冲兵所 秦 两旗加持旗迹 将渡落水 志玄永生而奋 二人聚坠马 志玄持归 追者数百旗 不敢逼 出 跳骑将军王怀文为唐军赤后 为世冲所获 世冲欲未悦之 隐至左右 人淫 世冲出右夜门 淋落水为尘 怀文呼引朔次世冲 世冲中甲 朔者不能入 左右促出不意 皆恶一步之所为 怀文走去唐军 至邪口 追货 杀之 世冲归 解去中甲 谈世群臣曰 怀文已说似我 足不能伤 岂非天所命乎 先是 御史大夫正挺不乐 世事冲 多称 即不御事 志事未事冲曰 陈文佛有金刚不坏身 陛下真是也 陈时多幸 得生佛事 愿器官薛法为沙门 福秦精进 以资陛下之神武 世冲曰 国之大臣 声望诉众 一旦入道 将害物听 四兵阁休息 当从公至 挺顾请 不许 退位其契约 无数发从观 智慕明节 不幸遭遇乱世 流离至此 特身猜忌之潮 累足威王之地 智力浅薄 无以自全 人生会当有死 早晚何书 姑从无所好 死亦无憾 遂削发被僧扶 世冲闻之 大怒曰 而以我为必败 欲苟勉也 不诛之 何以致重 遂展挺于世 挺言笑自若 观者壮之 赵赠王怀文上诸国 朔周刺史 并周安福史唐简秘奏 真相公理众文 与妖僧至绝有谋反语 又娶陶氏之女 已因陶李之遥 产师可汗 甚得其一意 可汗许立为难面可汗 即在并周 当会狼急 上命陪记 陈书达 萧宇杂居之 以四 众文福诸 更须 王太契 何阳走 其将赵雄等已成来将 别将丹雄信 陪孝达与总管王军阔 相持于落口 秦王是民帅 不其五千元之 致幻元 雄信等顿去 军阔追败之 仁子 延周总管段 德操姬流先程 破之 斩首千余即 以卯 王氏冲淮州刺史 陆善宗已成将 秦王市民为洛阳宫城 城中手欲甚严 大炮飞时重五十斤 至二百步 八公弩剑如车符 足如巨斧 设五百步 市民四面攻之 昼夜不息 寻于不刻 城中欲翻成者凡十三倍 皆不果发而死 唐将士皆疲必私归 总管刘宏基等请班师 市民曰 今大举而来 当一劳永逸 东方诸州已望封款服 为洛阳孤城 事不能久 功在垂城 奈何弃之而去 乃下令军中曰 洛阳未破 师必不还 敢言班师者斩 众乃不敢复言 上文之 依密赤市民使还 市民表称 洛阳必可克 又遣参谋军事 封得移入朝面论行事 得移言于上曰 是冲得地虽多 律皆基数 号令所行 为洛阳一成而已 致尽力穷 刻在朝夕 今若玄师 贼是附阵 更相连接 后必难途 尚乃从之 市民浅市冲书 欲以获福 市冲不报 物武 王市冲郑州四兵 审阅前十一佐武 后大将军李世姬请将 所谓将军王群阔 夜饮兵洗虎劳 略为内应 遂拔之 或其京王行本 及长使戴咒 岳军李之孙也 窦见德克周桥 鲁梦海公 上一章 有趣的 我先搜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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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搜到